因为我们刚才说中央有约谈的手游平台 在我们的订阅中有人留言 问如果消息对1024有没有影响 即是快手这些视频的公司 我想其实应该不太关他们的事 当然如果你说 龙头科网股因为约谈消息又跌下去的时候 不排除大家对整个板块的监管方面的担心 又会再次延消过 到时来说 自然整个板块也会下跌或调整 但我所谓下跌的意思 不是跌穿之前的低位 可能会回回一阵 然后再看情况再去变化 快手始终来说 他做短视频 近期你发觉为什么他从上去 试过上去100元左右 我觉得有几个情况 第一当然是跌得多反弹 第二就是因为他入了港股通名单 有北水买 所以如果北水很重要 如果北水是退走 你就预计了他有调整 调整可能又下回那些 10天20天线附近 那些位置来整股 但我想 纯粹说那些药谈消息 暂时看就是涉及是游戏为主 就应该不是说太关这个板块 是怕他受着整体气氛影响 就应该是游戏为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